大家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是分享的 今年2023年最后的一个话题了 我们要分析一下2024年的房产的一个方向标在哪里 尤其是对于我们中产家庭来讲 明年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我在给大家做分享的时候 用了一张图 这个图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疫情之前房价其实是在一个缓慢上涨的过程 当疫情正式的开始 就是这个国家说 现在我们已经疫情开始了 然后整个进入戒严也好 各个方面也好 那个时候政府是直接把利息降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当时降到最低的时候 就0.1% 非常低 那个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低 但那个时候 其实房价还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很有意思 但后来整个的房价就出现了一个反转 特别牛的两年 从2020年到2021年 这两年是非常牛的一个牛市 很多地方的房价上涨 甚至超过了40% 非常的夸张 但是自从澳联储在2022年的5月份开始加息以来 就是我们看到整个房价又出现了一个下跌 回调 那么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截止的那个时候的12个月 就是跌了大概3.2% 然后整个首府城市 当时是下跌了5.2% 但是我们再看看现在过了一年 又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13年的11月 就是上个月 刚刚截止的12个月的年化的房价的变化 从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 房价都是在出现下跌的 从5月份开始加息以来 房价都开始下跌的 但是到了今年 就是2023年的2月份开始 房价已经开始回调 因为基本上就从5月份以来 每个月澳联酋都是加息的 不管是0.25%也好 还是0.5%也好 那么一直是在一个 网上不断调息的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2月份的时候 加息对于房价的意志作用 是越来越小 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越来越小 然后一直到现在是没有作用 因为为什么 就是房价的供需基本面 其实在澳洲并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在考虑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在我们看到5月份加息的时候 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 考虑的是这些5月份 我们看到的房价下跌的数据 有可能是在2月份 3月份 4月份成交的这些房子 在5月份的时候 终于落地过户了 这个时候反映到了房子的成交价格里面去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加息的出现之前 澳洲的房价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一个更加基本面 或者是更加深层的去探索的问题 不要专注的就是这个表现说 一加息 然后房价就下跌了 这个就是非常的初级的小伙伴 就是很多的初级的投资人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或者他从来没有投过资本 没有长期的持有过 也许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直观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深层次的去研究房地产 我们一定要明白它的底层的逻辑 今天我也会跟大家到时候就分享一下 这个地产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从长期来讲 我们的地产是否真的能赚到钱 然后刚才的这两张图 就这两张图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从2019年到2023年的整个房价的变化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整个澳洲的房价 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上升下降 为了零增长 这个是一条零的曲线 就是如果说增长是在零以上 就是说这个月澳洲的房价的涨幅是正向的 那么在过去疫情的这两年 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是非常的夸张的 一个月都能达到2.5% 这个相当于你年化起来的话 妥妥的是吧 超过25% 对吧 你乘以10 对吧 就是25% 对吧 你要是乘以12的话 就是更高了 对不对 就像你30%的涨幅了 那是很夸张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起伏 其实在澳洲的整个房地产 或者说你看任何的正常的资产 它都是符合这样一个曲线 它都是有周期的 它都是这样上上下下的 你不可能说随时房价都是一直在上涨 或者下跌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所以如果你的市场上发现有两类专家 OK 一类专家说房价明年会上涨 最后我知道了 我一会就跟大家预测 还有一类专家就说房价明年会下跌 你是哪一类呢 其实哪一类他最后说的都是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一个比较微观的短期的趋势来看的话 其实它都有上涨下跌的趋势 你不管怎么样 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东西不重要 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本质就行了 那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继续的高息的阶段 就是我们从去年的四五月份 到现在一直在涨息涨息涨息对吧 我们十一月份又刚刚涨了一些 十二月份现在又是暂停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涨息 因为现在的通胀是4.9% 相对于9月份来讲确实低了不少 从5.6%加上来 但是4.9%跟现在澳联储预期的2%到3%之间的通胀 还是差的挺远 那么还是高了一倍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继续的降低的话 我相信澳联储还是会有动法 对吧 所以明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明年的利息一定不会低 这是我们的可以知道的一个大的环境 但是通胀一旦控制下来 一旦利息往下走 我相信现在有更多人的预期 就是房价会有个更强势的上涨 OK 那也是现在的小伙伴们很多的可能听到了 如果说利息下跌了 我就一定会冲进去买 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怎么低 但这个不重要 我们现在看下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过去的12个月的每个州的房价都上涨了多少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是整个的澳洲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每个州的情况 这是每个州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悉尼的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 从11月30号这个算往前推算12个月 西尼是上涨了10% 然后摩本是3% 布里斯班10.7% 阿德烈德7.6% 特斯非常夸张 13.5%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地方 我就不说了 霍华特是百分之负的 达尔文也是负的 喀巴拉也是稍微略负一点点 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是城市 capital city的房子上涨的幅度 会比regional要好很多 OK 这是一个大家需要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说能有机会买到capital city的话 我们不要去regional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预算各方面有限 我们需要推荐求其次 那我们就要认导别的话 这个我们要根据这个个人策略来去 但是从整体上来讲 如果说你能有能力去负担一个capital的房子 那你就不要考虑这个微信用的地方 这里面我们其实很有意思 现在什么呢 就是布里斯班就是10%的增长 还有PERS13%的增长 这个其实都是在我的预期之内的 因为我在上次就是去年的时候 做的这样的一个预设 当时我就说了 PERS还有布里斯班的涨幅 肯定都是在两个数 尤其是我说PERS是肯定两个数 布里斯班有可能 但是今天回看的话 确实是已经涨到了两个数 然后莫文的疲软也好 霍伯特的下跌也好 当时我都有提到过 阿德雷德沃当时也说了 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增速 让我很意外的 就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悉尼的房价 它也有超过10%的一个涨幅 这个是非常出乎自己的意料 因为当时我认为的是 悉尼的房价其实已经比较高了 不是说它将来没有资产的空间 而是说相对于PERS这种东西 它不可能说和PERS 还有布里斯班是在同样的一个涨幅的范围之内 OK 悉尼有涨幅 我觉得很正常 比如说比莫文 差不多会比奥文高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温和的涨幅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悉尼这个市场 是有这么强势的一个回归 这个也是我自己需要去学习 和继续去提高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有些的局部的市场的理解 我自己还得加深 我今天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 就是我最近理解到的一些 对于这些市场的一个感觉 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然后明年这也是我会去重点去做的一些方面的布局 对于明年的房价的预测的话 我可以先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结论 就是明年的2024年澳洲的房价 应该来讲是大面积的话 依旧是上涨的 即使是有些的公寓市场也会是上涨的 普遍来讲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具体来讲的话 你也要看具体的区域 具体的房子的本身的一个情况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毕竟平均值是不代表你买的这套房子的 因为你买的不是股票 其实是股票的话你买的也不是指数 对不对 这是我们是要去考虑动向 当然我们是从投资的角度去考虑 如果说你是买自助房 那么你考虑的因素就要更多了 我们今天就不展开去讲很多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了 但是我希望从大方向上来给大家一些预测 我为什么会说明年的2024年房价会继续的上涨呢 我一会跟大家去说我认为的一些原因 同时在最后的话我也会给出专业机构 就是SQM对于2024年房价的各种的预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澳洲2024年房价的一个大趋势 对于大趋势 我相信大家现在跟我应该现在是比较一致的 可以去理解这些客观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利息 利息依然是还是会在一个高位的 这个是不可能说在短期内是改变的 短期内如果说不继续加息都谢谢那些地了 那么如果说想降息的话 暂时我相信这个还是比较远的 各大银行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在2024年底 2025年初这个样子开始去降息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还是会保持在这样的一个高息的情况 直到我们的通胀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 我们才可能会看到说利息开始往下去走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现在我们通胀依然还是非常高 而且就是现在的新的奥林储的行长 对吧 Michelle他也提到了 现在的我们的通胀是国内自己的通胀 对吧 是homegrown 就是内部产生的通胀 而不是像之前的说是那种进口式的通胀 什么是进口式的通胀 比如之前有些这个货物是要从海外进口过来的 因为那些货物的这个上涨 比如说运输成本 海运成本 或者因为这个比如说俄乌战争也好 比如中东的战争也好 因为这些东西导致了这个物价的上涨 因此呢就是整个澳洲的这个物价上涨 并不是这个情况 现在发现不是这样 现在发现是因为是本地的一些情况 导致了这个通胀持续的居高不下 因为我们要知道通胀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租金是通胀的一部分 然后新房的价格是通胀的一部分 然后工资的上涨是通胀的一部分 这些东西呢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都是在涨得非常夸张 还是远远超过什么这个通胀的4.9%的很多东西来讲 所以对于整个通胀来讲 想要控制下来还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是明年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通胀有可能没有那么快控制下来的话 有可能依然是个高位 那么即使再慢慢的控制下来的话 应该也是会比2%到3之间是要高的 它因为需要一直慢慢的回到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内 所以这肯定是有过程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租金 租金现在来讲的话呢 肯定还是一个高位的 因为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整个全国来讲的 这个listing 就是速度方面现在是非常的少 及各位的一些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控制力几乎为0 就是百分之零点几 零点几这样子 ok 因为正常来讲 我们一个平衡的市场 这个控制力大概应该是在2%到205之间 3的话呢也是ok的 就稍微一点点多3 但基本上2到205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市场 也就是说租客也能找到不错的房子 他有一定的选择 那房东呢 他也能够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时间 把这个房子租出去 基本上就是空个一周多一点点 房子就租出去了 是一个比较平衡健康的一个时间 对吧 因为你房东 你想把房子对吧 上一个租客走了 你做清洁 然后你打扫 然后你再招租 基本上你得花至少一周多的时间 所以一般来讲 2%几的一个控制力是很正常的 但现在什么情况 1%都不到 0%几 ok 所以明年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测的是 依然是这样的情况 下一个就是移民 移民现在 因为我们就知道 移民大量移民潮是继续的往澳洲来的 那么目前来讲 移民潮暂时是不会停止的 因为现在毕竟就是澳洲整体来讲 还是在一个用工荒的一个期间 还是有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来到澳洲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需要考虑到里面 然后同时 就是对于局部性的一些地区 可能涨幅可能会超过平均数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调研 才能知道说你可能投资的话 应该买哪里会更好的 那为什么 就是我说明年的房价会继续的上涨 我需要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分享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说整个大环境 就比如说抛售的房源 distressed listing 这个distressed listing 我相信我在今年很多的视频里面 其实跟大家都有提到过 OK 就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机构都是预测说 现在之前在疫情之间利息特别低 只有2% 甚至2%不到 这些fix了两到三年的利息 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慢慢的到期了 从2%突然一下暴涨到6%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三倍的涨幅 那么这些人在这种买房的时候 会不会就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买了房子过了几年以后 结果他的利息这么高 负担不起 于是他们必须要抛售他们的号 然后就变成一个distressed listing 然后结果是什么情况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distressed listing 就从了2022年的11月份左右 那个时候是达到了一个最高点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断的往下再走 看见没有 我们现在distressed listing 其实已经几乎达到了 就是2022年6月份 或者是2021年的11月份 那个时候的水平 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甚至是比2019年那个时候要低很多 所以其实所谓的贷款悬崖 Mockish cliff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没有说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现在就是说什么情况 其实你有一个distressed listing 发现其实也是很快就卖掉了 为什么 这个就涉及到了我们的第二个 现在挂售的房源 其实是比以前确实是多了不少 这也是很多的媒体会讲说 现在的房源上市要比以前多很多 可能会导致共过于求等等这东西 OK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 就是挂售的房源 是在持续的增多的 甚至已经超过了5年的平均水平 比2022年 就是去年其实是高出了不少的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总的在市面上出售的房源的话 蓝色的线 就是今年的所有的总房源的量 还不如去年2022年多 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不如2022年多的 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要突破了 但其实如果我们去比较过去5年的平均值的话 目前跟过去5年的平均值比 依然是低了19% 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现在有大量的房源抛到市面上来 不管你是所谓的distress listing 你抛到市场上来 还是说你正常的一个卖家 现在要卖房了 现在住在什么情况 这些房子全部往市场上去pump 往里面去放了很多的房源 结果这些房源全部被消化掉了 OK 全部被消化掉了 就是基本上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listing的上升 就相对是什么情况 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看到有个小堆的时候 做的数学题 OK 就是一个游泳池 对吧 你一边放水 然后在一边往里面加水 对吧 到底然后多久这个池子能灌满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你往里面倒了大量的水 结果你发现水位 游泳池的水位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几乎没有上升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游泳池是有个大窟窿的 OK 这个水一放进去以后 其实就漏走了 那这个大窟窿 就是现在的整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 现在市场的需求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过去 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 在这五年里面增加了 大概有150万的人口 OK 那这些人口我相信 因为其中有很多的一部分人 除了租房以外 他还是需要去买房的 所以他其实是吸收了 这些新出来的房源 为什么就是这些新出来的房源 全部卖掉了 吸收了就没有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去考虑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口的增长 OK 就是人口的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图 就是自从疫情之后 现在人口增长已经几乎接近了六成 或者甚至超过的六成的一个增长 甚至有专家说到2071年的时候 这个有点长 但是也就是差不多有一个50年不到的一个时间了 澳洲的人口就从现在2600万增长到4000万以上 这个人都会去哪呢 大家需要去想象 澳洲其实是一个国土很大的一个国家 但实际上真正可居住的地方其实不多 你发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几个沿海的城市 内陆的城市也有一些 即个位的内陆的也是一个不错的规模的 但仅此而已 在澳洲数得上规模的城市 可能也就是那么三四十个 不会太多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些人口最终会去哪 那我们就是去关注这个点 然后我们仔细地分析这些人口的一个构成的话 你会发现像新州国际移民是非常多的 维州的国际移民也是基本上都是在14万或者14万以上 新州的话正正超过了15万 然后昆州和西澳洲也是最近就是获得这个国际移民非常多的 同时呢我们需要看到什么呢 就是昆州是这个州级移民获取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 OK就是有大量的人口 我相信应该是从悉尼或者说莫尔本移民走的话 就会优先的去选择像昆州还有西澳洲也是这样子 OK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的增长其实是对于人口的增长是有一个正相关的 OK这个地方的人口增长足够的快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地方它就有一个大量的需求去吸收 这些抛售出来的房源 因此这个地方的供应端在不变的情况下 它的需求端因为极度增长 也会导致这个地方的供需的不平衡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是什么呢 就是新建房的数量 新建房的数量 我相信这个就是工党政府啊 就是阿伯利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有一个计划说啊 接下来我5年里面要建120万套新房 OK非常的夸张 但实际上如果你一算到5年120万套的话呢 每年其实就是24万套左右 不是特别多 但实际上其实是这个目标呢 这个政府也没有达成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这张图 就是现在真正的这个房屋的成建量 就是它真的建起来了 跟目前来讲的话呢 大概也是17万套多一点 就是有17万套多一点点 但实际上政府当时成功是24万套 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人口的增长的话呢 已经超过了60万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澳洲目前来讲的话呢 一个family household大概是2.5 2.5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说有60万的人口增长的话 我们是需要有至少至少24万套房子 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24套房子 也就是说每年现在下来的话呢 有7万套的房子一个缺口 那就是说这些新的人口进来以后 除了有一部分人有自己的房子新房可以去满足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它是没有房子住的 就是人口的增速是远远超过这个房屋的供应的速度 所以就是综合上所述的几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distress 抛售的这个listing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所以其实根本不会存在一个所谓的 澳洲房价奔盘的这样的一个假设 至少我是认为是澳洲的房价不可能奔盘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想为什么不可能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口的增长 然后这个listing的数量非常的少 以及现在新建房的这个数量 其实也是跟不上人口的需求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 就是当你的这个人口的需求 不断的去提高的时候 但是你这个供应根本跟不上 就像是现在比如说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游泳池的list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其实你这个水放得太快了 游泳池这个容量不够大 或者说更加直观的时候 现在是你在用这个消防栓 去给水桶里面灌水 你消防栓的这个水桶出水太快了 你水桶根本没有办法 去承接这么多消防栓的水 所以导致到就很多的水 就会是水桶里溢出来 这就是这个房价上涨的这个动物 那么关于这个澳洲的房市 是否会真的是值得长期投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张图 那这个呢是澳洲全国的房价 每一个周期不同的周期 比如最近呢我们这个疫情 经过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周期 加期的这个周期 还有之前的金融危机也好 还有这个2010年那个时候 2000年左右的那个泡沫也好 1990年左右那个萧条也好 各个周期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深蓝色的这个将近黑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 这一次的房价的跌幅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 那个最大回撤幅度 那这个最大回撤 是一个股票的数字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只股票 它最多跌的话 能跌到哪个价位 它就不会跌了 因为一旦到了那个价位 就很多的投资人会觉得 这个价格太值了 大家偏偏地往里面去买 所以它不会跌破那个数字 那我们也可以套用 同样的一个原理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全澳的房价 其实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就是这条线 这个尖尖的这个点 就是可以看到这里 2008 09 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跌到的点 也不过是8%左右 OK 它没有超过8%的跌幅 平均来讲 我相信肯定是有 极个别的房子 或者极个别的区 它的跌幅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但是我们看平均的一个情况 发现就是澳洲的这个情况来讲 其实并没有很糟糕 OK 也就是不过8% 或者说我们夸张一点 这个赛保守给收10% 也就不过10%的一个回撤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经常跟大家就是在讲投资的时候 就是你手上去投的话 你不要去用什么5% 10%的首付 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 你没有条件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需要创造条件 尽可能少的首付去入场 但如果说你一旦有条件 你的手上比较宽裕的话 不要用太低的贷款的比例 就是首付的比例 因为你首付比例太低的话 你抗风险的能力就不强 比如说这样一突然一跌10% 对吧 那就相对于你的这条房子 在手上就是纯粹的一个贷款负债 对吧 你就里面没有一点点净资产 那当然从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其实就是整个澳洲的 我们去买房的话 它的跌幅也不够10%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最长的恢复的时间 也就是36个月左右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长 也就是大概三年左右 它就能恢复到之前的一个原点 那我们像这一次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就恢复到了超过了 之前的最高点的一个水平 OK 目前来讲 其实我们在澳洲 我们所谓的下跌 说崩盘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完全不用去想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不是特别的说 需要去关注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想几个问题 就是澳洲是否是一个 有更多移民会来的国家 它的人口的需求增长 是不是一直会去往上走 OK 因为比如像中国也好 大陆 比如说可能有些的三四间城市 现在房价就是一个下跌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城市 它已经吸引不到年轻人 年轻人都会去首府城市 去某些省会城市 或者甚至去北上广 这些大城市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些地方的房价 还相对来讲比较坚强 OK 但是也有局部的地方 就是它的价格 依然是出现了一些滑铁路 为什么 因为这些地方 它的需求 各个负担性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澳洲人民来讲的话 整个房价都是处于一个 非常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因为就是预期来讲 就是整个澳洲 依然会有一个更多的人口增长 同时澳洲的经济 相对来讲在整个发达国家里面 依然是一个非常稳健的 这个也是我们 整个对于澳洲的 接下来的基本面的一个增长 的一个理解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长期投资的话 或者说你是买自住房的话 那么短期的一些什么新闻 包括就是上涨的新闻也好 下跌的新闻也好 你都不需要去听它 因为真的没有意义 你只需要把握的是澳洲的 长期的一个增长趋势 这些短期的波动 其实对你来讲都是噪音 你直接忽略掉就好了 你只需要明白说你怎么去购置到一个优质的资产 这个也是巴菲特的搭档 芒格查理芒格 前段时间他也是去世了 这个其实是投资的一个损失 他当时就是跟巴菲特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他让巴菲特从最开始的时候 去专注于通过一个低价 买一个普通的股票的投资策略 变成了用一个合理的价格 买优质股票的投资策略 就让整个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的增长 几乎就保持着每年20%的一个涨幅 这个非常夸张 所以你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怎么去在投资里面 在地产里面去购买优质的资产 去买到一个你能够长期持有的优质资产 这个会比你说去捡便宜 买到一个房子更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帮很多客户 在做的一个东西 那么2024年增长点到底在哪里 这个跟大家一会分享一下 其实2024年的增长点 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我在很多的情况下都分享过的 你一定要考虑的是 谁会愿意用一个更高的价格 买你的房子 说白了就是你需要投资的是什么 是别人的刚需房产 就是当地你买的这一片地区的 这个人的刚需房产 为什么呢 因为在澳洲里面 大概有30%左右是租客 还有70%的这个人是自住房的买家 在这70%的自住房的买家里面 又有差不多20%是首次置业 剩下的50%是升级自住房买家 也就是说我们在澳洲每看到100个交易量 有30个是投资人买走了 有20个是首次置业买走了 还有50个是升级自住房买家买走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这100个人里面 在这100套房子里面 你觉得谁会愿意出更高的价格 去购买你的房子 一定是升级自住买家 所以你要明白的是说 我们去买房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别人的刚需房产的思维 或者说我们要理解成下价思维 就是你下一个买家是谁 他会用什么样的思维来购买这个房产 这个是你去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那个点 因为将来的房价是涨还是不涨 或者涨得快还是慢 其实无非就是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我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三个东西 如果说你今天其他的东西 你都没有记住 你就记住了简单内容 我就希望你接下来把我的 说的这三个点记住 你在地产投资里面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比一般的人 就要走得好很多 就只需要记住 我接下来会说的这三个点就可以了 第一个点是什么 你会发现买房子长期来讲涨不涨 你需要搞明白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们将来来讲 是否还是需要购买房子 如果说我们回探过去的几千年 人们都是需要住房子的 甚至我们回探过去的几百万年里面 假如在人类的进化史里面 人类都是需要找到一个庇护所的 对吧 之前对吧 人们住山洞 后来人们可以自己搭房子了 对吧 然后再后来人们可以搭越来越坚固的房子 所以人们你会发现 他需要一个庇护所的需求 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对吧 即使现在比如说Elon Musk 对吧 他说要去火星了 他还在考虑是怎么给火星上搭房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房子 只要是人们有庇护的需求 需要头顶上有一个屋底 这个需求是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需求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从我们可以理解的 过去的这几千年 几百万年里面 那么接下来的几千年里面 我们可以预测的是 人们的需求是一直会存在的 这是一点也非常重要 OK 这是我们所有的投资的东西的一个核心 就是这个东西是有需求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考虑稀缺性了 OK 第二个第三个都是考虑稀缺性的东西了 因为你光有需求 你没有稀缺性不行 比如说空气 对吧 那么你在我们平时用的时候 你发现是免费的 你根本不需要花钱 说说你去买空气 去呼吸空气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在前几年的时候 比如说北京的雾霾特别严重 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淘宝上 就会有些店家 去出售什么澳大利亚的空气 对不对 就是拿一个小瓶子 罐装的一个压缺空气 可以卖到中国去 然后一罐子 可能还有几十美金这样子 他觉得卖钱 为什么 因为对于当时的北京人民来讲的话 新鲜的空气 它就是一个稀缺品 所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卖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光有需求不够 你还得有稀缺性 你才等就是让大家觉得 OK 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想要的 而且这个东西货不够 大家都也得去争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房子 涨价的核心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第二点就是什么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 人们是否对于美好的生活 一直会有向往 你一定要非常想信这个问题 甚至会辅佐你在买房的时候 去找到什么样的好房子 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以悉尼为例 那么悉尼在哪些地方 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说如果钱不是问题 你一定会愿意去住的地方 OK 很多时候可能想到 下北也好 东区也好 或者是海滩那些地方也好 你会发现 所有的地方其实都是满足这样的 比如说在布里斯班 一些好的地方 包括环境海岸 那些好的那些水边的区域 包括墨本也是东区的一些地方 包括特斯西边的那边海岸线 它无法就是要么地理位置特别好 自然风光特别好 或者说它这个地方就是很便利的 满足教育各方面一些需求 不管怎么样 你会发现只要当你有钱的时候 当你钱不是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说 你考虑性价比什么的 那是因为大家的钱都有限 当你的钱无限的时候 一定会考虑说哪个地方你住的特别爽 钱不是问题的时候你一定会选一个更加有美好生活的地段 这是人性所趋 这个不是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志所转移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来指导你的买房的投资决策 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说哪个地方是人们更加向往的美好生活 也许你的房子本身现在不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子能改造成大家特别向往的 这个也是OK的 OK 但是你更重要的是考虑说 比如这个地段或者旁边的一些location 一些你永远无法改变的东西 是否是人们一直会向往的东西 而如果这个是的话 你会发现你又抓到了一个投资的核心 然后第三个也最后一个 人们是不是会对于私依然非常的看重 这个是我们投资的时候也会非常注意的一个点 因为你要知道 比如说当你没钱的时候 你可能会比如说到我当时是穷学生 我就会跟我的室友一起share一个house 甚至share一个room 为什么并不是我喜欢他或者他喜欢 两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好喜欢不喜欢的 对不对 我很值得 就是因为没钱 所以不存在什么隐私 但是后来我找到了工作 我就开始要自己去住一间房子 对不对 我在后来我工作特别稳定了 然后我也存了一些钱 然后家庭给了一些支持 那我考虑什么 我要自己去买一个一整套房子 然后再后来家庭条件越来越好了 对我考虑的就是怎么去升级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对吧 我做得更舒服的 因为所有的人 OK 当你有了这个选择的时候 当你的资源足够多的时候 你一定会选择一个 你在家里不需要居住的一个地方 对吧 你不希望自己在家里光着个膀子 对吧 不穿裤子 对吧 你被人家看见 对不对 不希望有那种住统子楼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比如说工夫里面拍的 就是那种穷空凉岛的大家 在报将还是谁 就是在楼下 对吧 洗个澡 对吧 大庭广众 没钱人 求人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方式 对不对 当你有钱 你一定不会有那种方法 去对待自己的隐私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这几个点 当你每次去买一个优质的投资资产的时候 你需要把握的就是这个 第一个 其实是投资的核心 就是这个东西是否有需求 我相信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和第三个 就是关于稀释性的东西 OK 就是一个人们是否会对于美好的生活 一直会有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对隐私的追求 是否会越来越看重 只要这些答案 你心目中已经有了 OK 我相信你对于接下来投资的方向 以及什么样的资产 是优质资产 你一定会非常有感悟 如果说今天你没有把其他的东西记住 我只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东西 这个会知道你在2024年的投资的时候 能够更快的 更好地去找到那些高增值的房产 帮你更快地找到这些优质的房产 当然2024年的话 我相信大家在买房的时候 也会遇到一些阻异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有两个点 需要去注意 一个就是主动收入 大家一定要不要忘了 我们被动收入 我们投资房产 你千万不要说我依靠他去发财 因为通过地产投资 其实是我们的主动收入的一个放大器 如果这个时候你跟我说 你一分钱没有 你就想投资房产 对吧 我只能跟你说 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对吧 你说你主动的收入非常多 你自己是做生意的 或者说你自己是一个职场人士 你有非常好的一个现金流 对吧 这个时候你想投资 我就会告诉你100种方法 告诉你更快的去增加你的财富 帮助你更快的去把你投资组合打造起来 帮助你更快的去积累你的家庭财 让你日子越过越好 让你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 能够存下来 这个是我们这些买家代理和咨询师 会帮你去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时候 像我之前就咨询了一个小伙伴 来以后就是 我没有什么收入 我说特别低 我就是想去借钱去买房 即使你能想到一些办法 去把这个钱借出来去买房 这个是非常不可失去的 你一旦出现了任何的风险 这个东西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翻身 所以这个是非常要小心的 大家一定要去提高自己的主动收入 对吧 明年的话 我相信这个市场上 也会有更多的风声 比如说一些大的公司 可能要裁员 或者说有些经济的停滞 以及现在这么高的利息 这个公司的增长是否还可持续 不管你是自己做业务也好 还是说你自己在职场打拼也好 其实你都一定要考虑 是提高自己的吸血性 只有当你自己能够有个独特的定位 你自己有一个组好的吸血性以后 你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收入 当你的收入足够高的时候 你再去投资房产的时候 也会更加的如鱼得损 所以这个是其实 我是希望大家去一定要注意的 不是说简简单单说 我房子里面怎么去买优质的 这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你怎么提高自己的主动收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容易忽略的一点 我需要跟大家提一下 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 其实买房还是要非常讲究策略的 这是为什么 我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必要的话 一定要跟我们的团队去聊一下 看看你接下来怎么去投资 更加的合适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在买房的时候 就认为说买房就是买房本身 OK就是我看到一套房子了 对吧 我在网上我看到房子 我觉得这房子价格都还没还行 对吧 我就买了 然后走到哪算到哪 我根本没有想过 我长期为什么要去买房 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发现你可能就是 这辈子可能也就是买这么一套两套三套房子 最多可能就是每5到7年 或者是10年 你升级一套自热房 然后之前这个房子被动留下来 当一套自热房 或者说你可能会听到大家去买房 然后你也跟风去买一套房子 但市场一不好 你就抛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想象 比如说我们在下棋的过程中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些不会下棋的人 他会想的是什么 我这个子我放哪 我就是看到的 就是这个人把棋子 放到了棋盘上的某一个位置而已 他只是看到了放棋子的这一步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买房本身的一个步 这是很多买家在做的 就是买个棋子往这一放 但实际上你要考虑明白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买房投资的时候 不管你是自住房 将来希望他们自住房你赚到钱 还是你是真正的就是做投资组合 你的每一步棋往上放的时候 你都不是因为说 我就是想往这儿放 而是因为你经过了计算 你知道你将来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下棋 你是为了打败对方 对吧 不管你是围棋也好 国际象棋也好 还是中国象棋也好 你都是为了击败对方 对吧 那你是一定要有策略的去摆你每一个子 那你这个子下去的时候 是为了你将来做一个更好的布局 你是为了往下面两步三步 甚至四步十步去看这个东西 你才会下这一步棋 所以这个是我们去买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不要只是想到说 我这个房子怎么买 OK 你一定要考虑到 我将来的一个总体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再回推到 我现在这一步应该怎么走 最好的去利用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 周期情况 以及你个人的一个条件等等 各个方面的东西 好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所有的内容 那么在最后的话 我跟大家也会分享一下 就是一个专业报告里面的预测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一下 我会在最后给大家去讲一下 那么在这之前 我跟大家还是说一个另外的一个福利 就是和我们的团队去申请一个 一对一的买家的咨询的服务 那么还是给大家一个 30分钟的免费的一个情话 你跟我的团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咨询 当然也有机会 是可以跟我是直接做咨询 但我现在可能真的是时间比较少 所以就是免费咨询 遇到我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少 但是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真的想找我聊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升级到后面的付费咨询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小伙伴 你来找我咨询 就是不是说你现在就是说 想要有些东西 你想跟我们说来探讨切磋一下 你来找我们 这个没有必要 你可能就是通过今天的提问也好 还是通过将来 你看我们的更多的直播 或者是看我们的视频 去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的一些思想 你可能会得到你的想要答案 或者说你在视频里面留言 这样的话我以后也会做专门的视频 去解答各位的答案 但如果说你现在遇到什么情况 你可以来找我们 首先就比如说你在买房 然后你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你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或者说你买房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很久了 对吧 像有的小伙伴在找到我们之前 可能已经买了一年的房子了 都没有买到 总觉得房子怎么这么少 买不到 或者看不到特别的信仪的 或者说总是错过 对吧 比如说有时候看了一个房子觉得很好 然后这个房子你就跑过去交价 结果发现什么 该的price 比如说是1.8对不对 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子最后拍了2.7 你就觉得很崩溃 就觉得这怎么差这么多 怎么可能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有时候你就把销售中间的guide price 它的指导价给侵蚀了 像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就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所谓的指导价 或者不指导价 当然我们跟客户去讲的时候 也会去讲个指导价 为什么 因为取了大多数的普通买家来讲的话 这个指导价是他参考的一个标的 他需要以这个为标准 然后来去看这个房子的价格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更多的是看到的是这个房子内在的价值 所以指导价对我们来讲 其实根本不是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 有的房子是在指导价以上很多 有的房子是在指导价以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买到的 然后另外 如果你现在是投资房 那么你不知道该买的哪个地区 对吧 因为可能澳洲有很多个地区都值得购买 比如说澳洲一共有15000多个sub 其中真的值得购买的sub 可能也有差不多三四千个 就取决不同的时期 那么在这么多的sub 里面来讲的话 你怎么去做充分的调缘 去调缘的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sub 然后找到你的机会成本 最好的一个sub 去投资 这个其实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 空虚关系 对吧 人口的增长 我们提到新房的供应数量有多少 它是否会对当地市场 造成一个困扰或者扰乱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的消费中介 在卖你房子的时候 有些卖你新房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多少的基础建设 有多少的政府投资 有什么新的铁路 什么新的机场 这些东西 有的没的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东西 他不会跟你说的什么 这个地方有多少的新房供应量的地方 他只会跟你说 这个地方有多少增长 有多少人口增长 有多少钱投入 只字不提 这个地方有多少新的供应量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数据 你需要做对比的 不是说这些新的地方就不能投 像我们有的地方 也会考虑到预算的问题 也会去一些比较新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考虑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他的供应和需求 是否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差 就是他的供应是比需求要少的 如果供应在这儿 需求在这儿对吧 你想想这个地方房价怎么考虑上升 只有当供需平 或者说供不应求的时候 就供应在这儿 需求在这儿 OK 明显是有更多的人想买房 OK 但是房子不够 这个情况房价才会有更好的上涨的压力 但这个就是当你真的想要做好 全方面的调研的话 其实是要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 如果说你在这方面 你觉得时间精力不够 你真的是因为工作忙 或者说其他的重心的原因 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研 你可以请我们的团队帮你去买房 OK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服务其中的一部分 然后另外有些的自住买家 或者投资买家 他对于买什么样的房子 他确实不是很有信心 他把买错了 对吧 之前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经历 比如说过去几年 有些小伙伴买了什么一些楼花 或者一些house line package 结果买了很久以后 不但没有涨 甚至有些可能还跌了 对吧 甚至有些house line package 在建造过程中涨了个几十万十几万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在这方面 你不想再走错路了 OK 你希望能够有人帮你去排雷 帮你去避开这些坑 那你也可以找我的团队 来跟你去聊一下 同时又比如说 有些的小伙伴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 他可能只能看到网上的房源 也没有办法去看到更多的线下的房源 off market房源 那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当然我们不是说off market房源就更好 因为off market房源 有时候卖家还没有被市场教育过 反而他可能对于自己的房子 他觉得是非常好的 要价也非常高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足够多的房源的时候 我们总会有更大的概念 去挑到一套好房子 因为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比如说100套房子的话 大概有70套房子 是通过线上 比如说release.com 或者domain 这些网站成交的 但是还有大概三成左右的房子 三分之一左右的房子 其实是通过线下直接交易掉的 就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它 它已经走掉了 那这些房子里面也不发有好房子的 所以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当你去买房的话 你不要只是说我只是看一下release.com 这个方面的房子 这样的话你跟其他的买家去这样打 你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的 你去买到好房的概率 其实是会比我们去买要低很多的 这个如果说你也是想买到更快的买到好房子 让你买到优质资产的概率提升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去聊一下 或者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情况 比如说你这个线的投资所需要评估 或者说你看中了某个房子自住房 对吧你特别想买 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谈判 像我们最近就前两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刚又刚刚是从莫本回来 当时我跟我那个莫本的同事Louis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客户 他介绍给我们的一个客户 就这客户他是在莫本的东区一个地方 买了一套自住房 OK买了差不多300万左右一个自住房 然后对我们的服务特别的开心 所以他就把他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介绍给我们说他可能最近买房也需要帮助 因为已经看了好几个月了四五个月了 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 所以希望就是有人帮助 这一套客户是台湾那边的我们 就是他们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得筋疲力尽了 然后看这张房子他就觉得特别喜欢 但是就不敢去拍 也不敢去跟中介说 因为之前一说的话 中介就感觉就是不断的去给他们PUA 让他们出更高的价格 然后他们最后还没有拿到 就特别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去进行了 所以找到了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花了两天的时间 就是我们就是这周二 周二的时候刚刚发生的事情 客户就是决定帮他去做 我们的同事路易斯就花了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全部铺在这个上面 然后就是周四的时候 就把这个房子也拿下来 而且拿的价格就是在卖家的心理底价 卖家那边有好几次想要去加价 我们当时就跟买家后来才说的这个情况 因为当时不敢跟买家说 为什么 因为这买家当时跟我说 如果他们要加就加没关系的 我们就想把这房子买下 都被我们同事压下来 然后买到这个房子以后 买家自己都说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这个房子我绝对不比这个高很多价格 因为好几次他都是想要去跟我们说 加价 但是我们最后因为知道 这里面的中介的套路 我们最后都是把这个价格 所内在到我们最想要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判 也不是做的一个东西 就是怎么样去了解 对方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现在买家的一个需求等等各个方面 然后就是帮我们的买家 用这个最好的价格 市场最低的价格 把这个房子拿下来 市场最低价 当然这个大家需要去明白 市场最低价格代表说会比中介的要价可能一定要低 也许是比这个要价要高 也许比这个要价要低 取决于这个房子内在的一个价值 这时候我们就会做的一个评估 就是这个房子本身 它值多少钱 OK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最后来说一下 2024年的澳洲的房市是怎么走的 好吧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是SQ&M里面的数据 小伙伴们如果说到时候你们想去研读的话 那这份报告在最后会发给你们的 好吧 只要大家帮我们去填写一下这个表格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scenario1 就是第一种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4.1到5之间 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又加了一次 系码就是4.35这个样子 那就只要是它的现金利率是在4.1到5之间 那么就有可能是满足这样的一个情况 人口的增长是在40个万或者以内 然后并且这个失业率是在4.5到5.5之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PERS的增长率依然是相对比较领跑的 是在5%到9%之间 布里斯班是4%到8%之间 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悉尼是略微下跌 莫本是略微下跌 然后阿德利德是略微的上涨 霍巴特是下跌比较多 喀布拉也是下跌比较多 这是在目前第一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基本的假设的情况下 然后第二个情况是说 如果它假设利率持续的升高 我给升到了5%以上 5%的话到现在大概也还有一个0.65%的差距 0.65%的差距也就意味着 我们可能还要加至少两到三四七 才能赶上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 但如果说利率达到5%以上 并且失业率6%以上 然后通货膨胀在7%以上 因为比如说中东的情况 然后人口的增长 那么是在46万以内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种极端的压力情况下 特斯明年增长依然是非常高的 同样还是在5到9之间 那布里斯班的话就会略低一点 然后其他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是在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下跌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三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说假设澳洲的移民情况是在第一个的基础上 但是就是移民的这个情况不是46万 而是50万以上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的一个移民增长 因为现在移民增长其实是在60万以上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特斯的增长还是5到9之间不变 但是布里斯班的增长情况就会有大幅的提高 就会到7%到11之间 就会比佩斯的增长还要好 其他的地方 那就是对于莫巴西尼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促进 不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会变成一个比下跌会略好一点的趋势 然后阿德里德也会有一些利好 霍曼特也会有些利好 还有一种第四种情况 就是在第二种情况下 如果说移民的人口增长特别快的话 超过了五十万 也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佩斯的房价 依然是5%到9之间的涨幅 来我们可以看到 佩斯的房价 基本上被预算的是 西奥来讲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市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布里斯班依然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市场 尤其是布里斯班 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的一个一面的涨幅情况来讲 可能机会其实是比佩斯要多的 那么其他地方可能就表现了 可能就比较普通 但是这里面 其实我对于悉尼或者墨本的房价的观点 可能跟SQ有没有 可能稍微有点点不一样 那么他会是觉得 基本上明年来讲西尼和墨本的房价是属于一个不涨 反而下跌的一个状态 但是根据我现在看到的这数据的理解的话 我认为就西尼和墨本的房价 可能从整体数据来讲 也许真的是保持这样的情况 但是对于一些极个别的一些地方 可能会有些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就像我最开始跟大家说的提了几个点 我们是在西尼墨本买也好 还是在其他的周围买也好 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同的周期 你的买房的策略是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人们是需要住房子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 就是对于西尼的向往 这个东西就会让有钱人在斟酌有限资源的时候 越会大手脚的去斟酌 所以大家在明天去买房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专注 在更有稀缺性的房产上面 那么或者说更有一次性的房产上面 这个也是我过去的一两年里面的一个感受 就是越是这样的房产 在市场回来的时候 它的爆发力是越强的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比如说经济手上比较紧 现金流比较吃紧 你必须要去考虑价格比较低的房子 这个我也理解 OK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帮你去做得到的 这个因为我们也帮助很多小伙伴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考虑是如何更快的去积累一些优质的资产 在将来的话 对你的增幅 对你的房产的家庭财富的上涨 有一个爆发力的增长 那么对于这种一线城市的房产 比如说西几末本 或者说对于其他的城市的一些一线地区的房地产市场 OK 你是一定要去重点关注的 因为这些地方可能会让你在将来的话 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公平的优势 因为这些资源是非常缺的 OK 你买了 别人就买不到了 别人只能货花更多的钱去从你这里去买 或者说去买一个跟你类似的 但是可能还是稍微差一点 因为比如说同样一条街 你这个房子买一个就少一个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个人明年的投资策略 你会去着重考虑的 就是考虑到房屋的稀缺性 或者这样的话 对于当年的增值会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当然在前提是你的主动收入要足够多 你的主动收入如果不是足够多的话 你还是需要从最开始的低价位的房子 比如说可能六七十万这种房子开始 甚至更低的房价的范围开始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的收入足够好 OK 你收入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的是稀缺性 我们一定要考虑稀缺性 最后我给大家再分享 就是现在在买房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个利息比较高的情况 大家买房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误区 大家还是要去避免的 一个就是不敢去行动 其实我也理解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澳洲的房价到底会怎么样走 我现在该不该往前去走一步 其实很多时候是所谓的恐惧 非常喜欢三体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恐惧都是来自于火力不足 当你手上的收入足够高的时候 当你手上的现金足够多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种恐惧的 只有当你手上的现金不够很充分的时候 当你手上的主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候 你在买房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为首为脚 这是起义 再一个话就是说对于市场的理解 你的知识储备够不够 如果说你对于市场的理解 就是说我不知道房价明年会不会什么腰斩 或者什么重刺 你居然都能想到的话 那我真的是我已经没话可说了 从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 你可以看到说澳洲的房价它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 我们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一想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建材的产本在上升 劳动人口的工资每年都要加 牛奶现在都涨了好多倍了 对不对 你之前我记得我来澳洲的时候 一桶牛奶不到两块钱 对不对 现在都多少钱了 对吧 这个是已经涨得最慢的这些低需品的生活物资 都涨成这个样子 所以所有的价格物价人工产本 我们的工资都在往上涨 通货膨胀也在往上涨 钱也越来不值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跟我说房价以后会腰斩 对吧 你从整个的经济学的逻辑上来讲的话 你就不可能会出现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符合逻辑 除非说房子最后成了 人们不想住的一个东西 大家以后不住房子了 对吧 大家以后比如说都住这个营地 比如说或者发生一个什么世界大战 对吧 人口没那么多了 房子全过剩了 这个是有可能 但如果说我们是依然是像我们追求的那样 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社会 变成一个更加的 大家就是一个美好事物的社会 那么房子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说没有需求的 那么如果只要满足 刚才说那三个点 房子是有人要的 是有需求的 大家都是追求更美好的事物的 只要是在有钱的情况下 有资源的情况下 有条件的情况下 他就要追求更美好的事物 以及追求更多的隐私 只要是满足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房间是不可能出现 大面积的下跌了 是会有些回撤 是会有些回撤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的是 你的主动收入够不够 你买的房子是否足够优质 是将来是否能够再回撤回来 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东西 还会说因为不需要的信用 就不敢买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再一个就是挑抵的心态 挑抵的心态怎么讲 就是很多时候 比如说刚才看到澳洲的数据 其实我们说什么时候是底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买房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那是最好买房的时候 回叹起来 因为当时我在三月份五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 其实帮很多小伙伴的那时候买的房子 甚至当时买的房子还很便宜 大概就是五十万左右 都有很多 OK 还有很多七八十万的 现在其实都已经涨了很多 价格不用很高 依然可以涨了很多 当时你说我知道那个时候是底吗 我不知道 我只有回看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底 所以你说你现在想要跟我说 什么时候抄底进入市场 然后现在是不是该入市了 OK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该入市了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你只要说你现在准备好了想要入市 我一定可以帮你找到一个值得投资的市场 因为全澳有15000多的三本 这里面有太多 现在这一刻就值得投资的市场 你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等 而且如果是当你是买资助房的话 就更不需要等了 OK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资助房的稀缺性 很多东西不是钱可以去替点的 当你看到一个好的机会的时候 你想等到下一个机会 其实很难的 比如说我刚才我提到的 我刚才能去莫本 那么我的同事路易斯 跟他去买的那套房子 一起去买那套房子 那个客户想买的那套房子 他这套房子如果错过了 下一套那套房子出来 真的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 那个价位的 OK 那种户型的 他基本上就再有可能就等不到了 所以当时客户就直接跟我说 这房子如果我们真的错过了 我们就接下来可能就不想买房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形态 甚至就是但是跟我们说的是 罗帅这个房子 就是主要是我们能够买下来 这个钱多出一点都不出来 就特别看重 你要想他们能够有这种心态的话 那其他的买家将来买房 会不会也同样的心态 所以就是不要去抄底 来更多的是考虑这个房子的吸血性 好吧 就是吸血性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长期的计划 就是长期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提到下棋的案子 只有当你能够想到更远的时候 你在落子这一步的时候 才会是有章法可循的 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对吧 不然你会发现 一个高手下棋 和一个普通的小白下棋 看起来都是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放 但是背后的生意 对吧 他能想到的 后面的几个步骤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定要考虑到是将来 这个房子能够给你带什么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 这个是我们去买房的时候 首先要考清楚的策略的问题 我千万不要说 上来就是把reacy.com打开 然后去看房子 然后去现场看房子 你这浪费的全是时间 没有意义的 你一定要去考清楚说 你为什么要买房 然后这个东西你再去看 才会更有意义 然后下一个就是拖延了 好吧 拖延的话 其实也是很多小伙伴的一个通病 我自己其实也是翻过车的 我现在这些就跟大家有分享过 我在成交一个房子的时候 拖延了 然后本身是可以不收罚金的 这个案子现在是搞定了 已经结了 房子已经sett了 都很顺利后来 但是加了不少罚金 其实已经交了差不多小一万的罚金 因为这些各个后面的东西加起来 这些钱就打水票了 但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拖延是很正常的 因为人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想去跨出自己的舒适区 就觉得自己这个地方待得很舒服 所有的人都一样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 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是说 如果说你没有在自己的舒适区之外的一个地方 你其实就没有成长 不管你是投资也好 还是你自己去做你的事业 还是你去职场上奋斗也好 你只要是说现在每天过得非常的舒服 得过且过 然后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不舒服的 那你一定是在你的舒适区之内的 那你是不可能有成长 所以你在买房的时候 你一定说你有一个痛的 OK 你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你有一定的东西 你觉得你感觉是像跳到了一个深水池里面 或者你感觉像你刚有时候游泳 先把你丢到大海里面是一样的 你不知道你的脚是不是能踩到游泳池底部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不敢去做 但实际上你发现你做了以后 其实你很正常 原来我会游泳 是吧 我只是说我不去深海去试一试 问我游泳池学的游泳有什么不同 就发现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心态 虽然这个是你是自己需要去克服的 你自己需要去克服的是说 我们怎么能够去克服自己的拖延 自己跳出自己的输入圈 去做一个真正对自己将来有意义的决定 那当然这个又回到了长期计划 只有当你真正的有一个很长期的计划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现在你做的这一刻是什么 才是一个正确的 如果小伙伴伴需要我们来帮你去执行更好的方案的话 你就来找忙 我们这边就定客户都定得很紧的 就是希望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好去做这个事情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我有个小伙伴 他自己是做生意的 做IT的生意的 他是专门帮创业者去做网络引流各方面这些东西 当时他在找到我之前 其实已经找了好几家买家代理了 但是一直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所以他自己也搞怕了 再加上他工作特别忙 他自己其实收入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每个月就是一个客户都能给他 可能比如上万奥比证了 其实收入非常棒 但是他对于自己的投资就非常的拉垮 OK就非常的拉垮 因为自己也可能是找了其他人 没有做的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所以他也是特别的有点丧气了 再加上就是这个东西呢 对于他来讲的话 他也是觉得是超出了一个自己的舒适圈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的话 做得心应手 OK这样在这方面我都得请教他 但是对于投资来讲的话 他就真的是特别拉垮 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情就全部都谈妥了 然后都要跟他开始进行了 就马上到签约了之后 发现他又不见了 又找不到他了 然后我就那天就跟他发了个语音过去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最近 他说最近又特别忙 特别多的客户 所以想这个再拖一拖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了 我说我不提名字了 我就说这个小伙伴 就是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没有问题 就是你为你的客户去找抢 OK你帮他们赚钱 但是你要想想 OK你现在不要因为帮他们赚钱 而忽略的帮自己赚钱的这个手段 所以他想想的就赶紧的就跟我后来签了 现在其实已经跟他开始买地亚 逃生你第三道房子了 很快几个月的时间 但他现在非常的开心 我好几次去摸摸本 他都请我吃了好几顿饭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跟大家去讲 如果当你觉得你真的是希望有一个懂你的人陪在你身边 长期的去在地产里面陪跑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们的团队 找到我们这边来做资讯 也许我们这边的服务 可以更快的帮你去解答 来解决你们这方面的投资的问题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很多小伙伴可能还是不明白就是减便宜和减漏的区别 买便宜货的 比如说你去买这个东西 它可能很便宜 但是不代表它是漏 而且很多时候你漏是怎么去看的 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说你知道的 只有当你去回看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这是漏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之前也有一些case 确实是帮客户买的价格非常的棒 我回看以后就觉得这个价格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去复制同样的东西了 但是在那一刻的话 我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知道就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只能是根据我们的所有的现有的条件去分析 我在这一刻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去购买这个房子是否值得 这就足够了 因为从长期来讲 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是往上去走的 只要在这一刻 我们用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 去购买得到一个优质的资产 那么将来优质的资产一定会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回报的 不需要我说对于一个资产 然后我就说我不断地去给它压价格 或者什么 这个没有必要 因为你要知道明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优质的资产的卖家是绝对不可能 把自己的房子打一个骨折卖给你 绝对不可能 就是用脚趾头想一想好吧 你是卖家的话 你会去这样做吗 你一定不会的 即使你想去稍微降低一点的价格去卖掉这个房子 你会发现你只要稍微一降 有很多的买的都会这样一次想去购买这个房子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所以你不要去讲到说减漏 你就减到一个便宜 并不是 你要明白的是说你怎么用一个合理的价格 去把优质资产拿下来 这个才是我们去买房的投资的一个核心 这个就是今天的直播了 那么2024年的话我们再见了 今年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场直播 明年我们还会继续的去做 希望明年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精彩的直播 同时明年这个市场 我会给大家做来更多的一些分析 给大家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我会怎么去做 同时明年我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资讯 大家敬请期待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种 非常感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2023年已经都非常的顺利 也希望大家在2024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 能够在这个投资上也好 在自己的这个事业上也好 职场上也好 都能够更进一步 好吗 OK谢谢大家 那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